练习战装能不能气沉丹田 气沉丹田到底是假的还是真的 我建议大家去练气沉丹田 因为练完气沉丹田之后 你的战装至少可以达到50分钟以上 你没有听错50分钟以上 能让你的战装战出效果来 我们今天以无极庄为例 无极庄难是左手贴于丹田 右手贴于左手 女士刚好相反 丹田在肚脐下方三指到四指处的深处 它是一个穴位 我们放于此处之后 咱们去吸气的时候 我们都是丹田内收 鼻子吸气 气沉丹田 鼻子呼气 所以说丹田在一收一放之间运行自如 丹田在不断的运动下 它就会产生乙液倒气 大家您按照这种形式去练上一分钟 你就会发现您的丹田处有点微微鼓起来 这就叫做气沉于丹田 当气沉于丹田之后 您闭上眼睛 您想象着丹田 那么您的一手就会非常的专注 在战装过程中 您的脑袋就不会看电影 练好气沉丹田 它能让我们战装的时间得到提升 我们大家出去锻炼的时候 也有东西可练 学习气沉丹田吧 能让您的战装越来越上瘾